也是一個尋找參數,叫offset 所以請各位一樣,這個index 就是哪一個範圍 哪一列 剛好是根據它 哪一欄 根據這個row 把它減掉2,剛好就是我們要的,row-2的話,抓到的剛好就是 因為它的列就是它的欄 它的欄就是它的列,剛好因為是一個橫向,一個縱向 所以column可以用row來去抓 類似的方式,當然我們可以再把這個複製過來 再多一個offset offset,各位也應該比較陌生 應該如果沒有特別,這個也是屬於所謂的進階的函數 這個進階函數,其實使用起來顧名思義 offset是以哪一個 這個就跟index有點不太一樣,index是先給一個範圍 offset是先給一個基準 所以我們來 第一個,一樣把那個剛剛的複製過來,把這個範圍的資料先把它刪掉 刪掉之後 我們針對姓名 插入一個什麼? 一個 檢視與參照的函數 這個函數呢,我們用往下找 offset O開頭 offset 顧名思義 其實就是 如果用中文來 offset 前面 在什麼地方 AutoCAD 裡面也有什麼offset offset是偏移的意思 偏移多少 也就是說 偏移移動的意思 那他底下 有一個說明 就是根據所指定的 參照位置 取得 數 跟藍的範圍 那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 按確定 確定 那你需要給他 五個 不過特別注意 其實通常 下面這兩個不用管他 因為他的 高度 跟他的Wiss 這High跟Wiss 這個 其實不用 不用給了,因為 就用預設的就好了,沒有人說 要回來之後還要 設定高度跟寬度 所以 基本上呢 其實也是有 三個 問題 必須要回答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Reference Reference 指的是 你要 以哪一個 儲存格 當成是基準 到時候呢 如果 如果 往右 往這個 往右的話呢 那就是 擠藍 移動 如果是正的話就是向右移動擠藍 那 Raw的話呢是向下移動擠列 所以這個問題是你要 如果正喔,正的是往下 負的話 往上 那如果是左的話是負的 負多少 那往上的話是負多少 如果往右跟往下是正的 好 那如果今天喔,我們以Reference 是以哪一個 除 因為我要抓資料嘛 所以如果我以編號這個 當基準的話 OK 這個位置喔 我已經固定先以這個為基準 那Raw的話呢 如果我要抓的資料在哪裡 因為我抓005嘛 假設啦 我以它當基準 那我要抓的資料在哪裡呢 在005這裡 好 那我必須要移動 向下移動幾個 1 2 3 4 5 剛好移動5個 5個 剛好跟什麼 編號怎麼樣 match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有沒有 Raw 丟進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Raw 意思是我要 向下移動5個 5個 OK 那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向下會 向下拉 所以你這邊列乾脆先把它鎖起來 不然等一下會位置 會跑掉 OK 把他鎖起來 好 那Cullen的話意思是說 那將來你那個 要抓到的姓名 移動幾列 不跟上 移動幾籃 因為我從這邊移動 剛剛已經移到這邊來了 那我再來怎麼樣 向右移一個 一個就好了 就是姓名 移兩個 那就是總銷量 三個 四個 就是說這個是 1 2 3 4 4 1 2 3 4要怎麼樣產生最快 剛剛不是有 我們剛剛是2345 可是現在要變成1234的話 那你可以一樣嘛 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用Raw 列有沒有 那現在是4嘛 可是我要是1的話 減3 對啊 減3就好了 你看1了吧 對不對 如果向下填滿的話 不就變成 234了嗎 那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已經做完了 OK 沒有那麼複雜啦 不過前提是你要 了解到底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應該可以 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不過我用 我們從這邊 有點像是 怎麼樣 就是一個地圖概念嘛 你從這邊往前 幾個 五個嘛 所以先走列 走到這裡 好 再 走兩 因為我要抓它嘛 所以 再走一個 抓一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是 五個 一個 以哪個當基準 以這個當基準 這個是A2嘛 以A2當基準 應該可以理解啦 所以以後如果說你要抓資料 剛剛index 你給我一個範圍 我給哪一列 哪一欄 抓到了 那offset的是不是 你不要給我範圍 我不用知道範圍 反正我在這個工作表裡面 你隨便指定一個 當基準 你只要告訴我說 你要移動幾列 移動幾欄 那個停下來 就是你要的資料 我就幫你把那個資料 幫你帶回去 OK 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反正 多做幾次 多抓一些資料的話 你慢慢就熟悉了 特別注意 其實基本上 你很多工作裡面 Vilu函數能做的 index 跟offset 也都能做 所以回去的話 或者上班時間 可以複習一下 用不一樣的東西 如果你都可以帶得出來 那 恭喜你 表示你應該 就是應該沒問題了 以後 就不會 只有Vilu函數這一招而已 Vilu函數很多東西 也做不出來 那當然你可以 換點別的方式 或者即便 Vilu函數可以做出來 你也可以改一下 你看如果你在函數裡面 index 可能讓別人 眼睛就一亮了 index 這個函數 可能會覺得 好難 這個完全沒看過 更不要說offset offset 但是它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沒有那麼困難 它主要就是說 你要移動幾列 移動幾欄 抓到你要的把它拿回去就好了 OK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做完之後對不對 該沒問題 按確定 向下填滿 答案出來 如果說我今天要001的話 吳伯薇 總銷量 4 沒問題 所以你可以再驗證一下 張賢雅 這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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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它的概念就是說 我通通 以這個當基準 如果002的話 那我就向下 兩列 向下 兩列 向右呢 那就是一欄 抓到一欄 抓到兩欄 所以它是這樣的概念 這樣過來 就幫你一個抓過來 一個的抓過來 這樣子 其實就是所謂offset OK 試試看 應該沒有很複雜 主要就是 你要怎麼應用的問題 那至於說 剛剛講的這些方法 都可以達成 你要的結果 可是就是你要去 找到一個方式 將來 如果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用哪一個函數 來解決問題 最方便 不會說每一招都會 最後每一招 每一招都做不出來 那就麻煩了 不過以工作上用的比較多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像我是比較習慣用index index就是給一個範圍 哪一列哪一欄 就抓到了 offset 我比較少用 也並不是沒有用 只是說 可能那個時間點 剛好如果說 你的工作裡面 剛好就是 有一個 跑幾欄 跑幾列 或者是有的人 對於那個 跑幾欄 跑幾列 比較能夠接受的話 那或許你也可以 就是用這種方式去抓資料 好 好 好